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在医院国际医疗中心的协助下 透过视讯跨海问诊 我觉得这样视讯的问诊 还是很清晰的 利用我们的这个视讯 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料库的结合 建立一个医院的远距的诊查能力 为了强化防疫 医院开始大幅限缩会客时间与人数 大林慈激医院研发网络预约探病系统 民众需携带身份证明文件 就能快速通关探视亲人 很好啊 可以这一次很多时间 我们家里面的人都有一夜 所以来就可以进去了 能够减少接触 这是最好的一个防范 一旦发生什么疫情 我们有一些登陆的系统 我们就可以来追踪 那这样对每个人 都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靠近系统测量体温 刷脸辨识身份 即可开启自动门进入 这是防疫期间为医护同仁安全把关的 人脸辨识系统 那我们因为有很多要减少接触的机会 那我们就发现人脸辨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除了门进管制 也应用在会诊医师到急诊时 只要露脸 一秒就能完成报道手续 提高看诊效率 也避免交叉感染 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发一套疫调的系统 它可以用医院里面既有的 它的整个电子病例的系统 那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 那一旦发生了 你其实在三五分钟就可以把 你这你要的一段时间内 有接触过哪些人 接触的时间多久 我们就通通可以排列出来 让你再去算它的风险高不高 那你就可以从那些人就优先来 做这种疾病的筛检 那这样是省很多时间 而且把握了最精华的时间 欢迎收看健康保理宅 健康保理知 我是大林刺激医院终于部理性化 刚从这个影片中看到 很多科技来防疫 但是新冠肺炎在全球仍然肆虐 似乎还没有消退的迹象 所以如何防范病毒的扩散 似乎是当务之急 是 那这些科技是如何研发 大林刺激医院又是如何运用在医疗上 那首先要请问一下赖副院长 这个似乎看起来这个新冠肺炎 在全球仍然的这个肆虐 这个疫情还没有消退 那我们医院其实应该说是超前部署 而且最近听说也是运用科技来做防疫 那各位请赖副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举个例子 在今年的三月到五月之间 那很多国家那时候都已经陆续都爆发了这个疫情 那以跟我们相近的国家印尼为例 它那个时候的疫情其实是三月多是正好开始 你可以看到它的人数其实是那个座标不太一样 如果两个重建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同样的时间点之后 印尼是整个大爆发 可是台湾只是小小一个坡幅的起来 那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医院 它做的跟我们医院做的其实差不多 那所以差别是在哪里 实在是在前起的作业 在等到爆发其实大部分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要看是在前面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超前部署非常重要 是的 所以像这次的疫情 虽然我们有当年这种SARS的经验 可是结合了科技 那我们这次其实就整个半年的疫情 我们刚好做了几段的一个专案 我们其实主要是整个一个智慧型的爬动机器人城市 那当然我们真的得感谢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用很好的防疫架构 那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架构下 然后让它更有效率 所以我们其实就做了四个把关 一个是到院之前的把关 民众要到医院之前 那我们怎么让它有更有效率 来防范一些高危险的民众进入医院 那之后入院以后来看门诊的把关 还有在住院当中的病人的把关 那最后我们也看到国内有一些医院 里面不小心会踩到地雷 那当有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怎么很快去把这些 这个有接触到的人抓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接触者的把关 那我们用科技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四个族群 都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那当然到后来 我们觉得这样还是很耗人力 所以我们的一些刷卡系统 还有门开这些开关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它用这个人脸辨识 自动门等等 那这些让人员可以减少去接触 而且在出入口的地方通关 其实是更节省时间 那我们更早的时候 其实就在对所有的陪病者 还有招呼这些看护 我们就开始登陆他的体温 要求他们要报这个旅游史 那这是在2月5号 我们国家其实到2月中以后 才全面的要求 其实我们医院很早就把这些事情 统统做了 那后来我们还开发 一套这个探病的一个预约系统 所以你一探病你登陆之后 我们就可以查到你是不是有这个旅游史 是不是高危险的 有的还会谎报 然后现场来我们看 你这个根本就是有问题的 那当然就会婉拒他进来探病 所以我们借由新的这些科技系统 我们可以很确保我们医院里面是安全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疫调 我们其实疫调你如果看到 中部还有北部有两家医院 当他发生有不预期的病患 来源不明的 然后爆发很多人接触的时候 在医院其实是非常风险大的 那如何去很快的找到接触者 因为这个每三天 它就会传到下一波 你这个疫调如果没有在三天之内 可以很快的查清楚 那漏掉那些可能就传成第二波 你再查第二波根本查不完 那我们开发一套运用院内的一些系统 那其实几乎可以在短短的 三十秒到两分钟之内 就把它当中 不管是七天 十天 两个月有接触到的 在医院里面的流程土都可以找出来 那这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套系统 那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接触这个病患 护理人员其实是最低线的 最辛苦 那这个请问一下这个预防读导 那你这个护理人员最常接触 那你们平常的防护的措施是怎么做 然后呢 刚刚赖副院长提到了这些科技的防护 对你们的实际帮助有没有多大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一次疫情 其实医院非常的看重 也提供给我们就是高规格 很严谨的一个防护的一些装备 那足够的防护装备 其实让同然就是在整个工作上 是非常的安心 那除了一个装备完整之外 我们其实医院也很慎重的 就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 都有这种干洗手液的水生品 就是让同仁在工作当中 就是随时可以做好保护自己 那免于受到被感染的一个风险 所以其实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因为医院的超前部署 其实让同仁在工作上 真的是比较安心 也有安全感这样子 目前全球疫情都还很严峻嘛 我想请问一下来副院长 我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是同时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国家的 因为我们其实这次台湾的防疫 是算是全世界有名 所以我们就很 我们当然也很乐意 把我们的经验来分享 虽然我们并没有整个 不是不算是重灾区 但是我们整个防疫的 整个规划动线时程 跟整个设施怎么去设计等等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分享 所以经由林明兰副院长 帮我们联系 那我们也跟印尼 然后还有莫山比克 那接下来也还有其他国家 陆续会跟他分享我们的经验 那请教一下这个朱医师 那胸腔内科的医师 在这个防疫这一块 特别就是在 你在看门承受或是在 甚至就是说有些病患跟你说 我可能 是你怀疑他事 或是他自己怀疑他事的时候 当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们在裁剪的部分来讲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在门承的部分 医院很快就有 早期就给我们一些防护的设备 然后包括这个防隔离的面罩 这些的使用 那另外裁剪上面 在主要是进12B隔离病房的时候 我们的工具是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早期是一个 负押的抽吸器 就是让我们在帮病人做裁剪的时候 有个敷牙让它飞膜表出来 那到后来这些是有个全面 全部的防护 后来一个那种办事的 办盒子的状况 对 防护让你可以 臭事者可以在里面 这样比较安全 对 所以这是在医院提供的部分 其实是提供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其实这个医院除了运用 这个科技的防疫之外 其实也成立了防疫专责病房 那这个防疫专责病房有什么样的功能 里面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我们看以下影片 电梯缓缓上升 医院总务公务同仁齐心合力 将一张一张的病床搬到防疫专责病房 这个病房负责收治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个案 后面不重要 担任第四年主治医师的胸腔内科竹一群 最先被派认到这里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保护病人安全 我们自己要安全 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帮会人员一起准备好这样子 就是互相 因为其实刚刚讲的专业里面 包括就是如何无菌 如何尽量避免 跟被病人感染 历经三个月 防疫专责病房功成身退 暂时席灯关闭 而原本互不认识的护理人员 一起同甘共苦打这场战役 培养出革命情感 即使未来各自回到原单位 这份难忘的情谊 也把他们紧紧拉在一起 因为我想说 应该不会第一天 就有病人这种事情吧 然后就真的 真的第一个就是确诊的人 所以当时其实还蛮紧张的 就下去接的时候 就是全部 全身就很像在发抖一样 超反对的啊 超反对 我就跟他们讲说 医院会给我们很好的防护装备 那也会 我们也会尽可能地执行 很确实的一些防护的措施 所以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第一个病人也是 因为一直都 没办法三彩因 就是陪他走过那段过程 然后他就会觉得 我们陪他一起 就是共同作战的感觉 他们其实也算是 孤独在走风险的 他们的感觉就是 还是很用心的照顾 然后很切成难 这段期间 有我的支持还要不能 孤家叫预防督导 您这个防疫专责病房 这个督导带了一群算是 这个猛将 这个非常好的优秀的护理员 那其实毕竟大家在一起 已经好几个月了 相信有很好的革命情感 那其实跟病患之间的一些互动的 温馨小故事 我相信是非常感人 那督导这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他们很开心的就是这一次 因为整个有朱医师的陪伴 带领着他们 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知识给他们 那也陪在他们的身边 甚至我们每天都会做个案的讨论会 所以伙伴们都觉得这一次 在这个单位学习到非常多 那当然我们也从病人的身上 学习到很多 那个案当然单独在里面 其实内心还是会很焦虑不安 所以我们除了刚刚讲说 运用一些科技的一些工具之外 那我们其实在窗户上面 我们也有做一个小小的设计 我们会在窗户上面就是画 涂鸦 譬如我们也有住小朋友 我们就给他画皮卡丘 然后画了一些卡通人物 然后帮他写写字 甚至用注音 然后给他打打气 那也有跟我们年龄比较相近的 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会给他用中文写字打打气这样 也是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也运用了 就是我们吃剂的一些法音轩流 里面有一些词剂歌曲 让他们也是觉得自己心里很抽骨 所以可以来听听 那当然最后就是病人都很平安的出院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平安调食 祝福他们 那出院以后我们也会主动打电话去关心病人 他返家以后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个案给我们的回馈都让我们觉得也很感动 那这边我想要请教一下赖夫院长 就是当初成立这个防疫专者病房的用意是什么 当然防疫病房 其实主要是国家的政策怎么下来 因为国家一开始他就统整全国性 可以当作防疫用的病房有多少 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研判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所谓医疗崩溃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很多替代的 可是在最重要就是在感染症的控制里面 那这个干净区跟这个污染区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污染到了 那人员到时候要再去做疫调整个 我想是很痛苦 而且就是接下来就一直漏了 所以当一个赖夫院长出来 所有的动线都规划得很清楚的时候 那人员从急诊开始 或者从闷诊怀疑有风险的个案 到户外撒检站 然后动线走哪个电梯进到这个病房 然后人员通通在这边 那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控制是很重要 那其他人呢 你到医院就觉得这个医院是非常干净的 我们医院有收视这张病人 但是他跟正常来看病的病人完全是不同区的 那所以病人根本来这边看 觉得这是非常安全 其实我们同仁也觉得在医院 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那其实这个朱医师 其实我们刚从这个护理长 读导分享的这些画面里面 看到您这个带领的这群团队 这个身先四处 听说您一开始到这个防疫专者病房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一句话 让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讲了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那时候上去其实是 其实在疫情过程中 其实台湾有一个好处是 台湾是比较晚的 然后我们在南部 加安地区也比较晚 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准备好 我们就读了很多国外的资讯 那台湾的医院学会 也很快就用了一个指引给我们 那我们刚才读完之后 刚好在疫情 真的遇到第一个确诊病人之前 我们可以准备好 那上去之后 就是跟护医师讲说 因为大家是来自不同单位的 那有些不见得是 跟我们呼吸 还有相关疾病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是来照顾病人的 我们不是来被感染的 我们是来照顾病人的 所以第一天就是 赶快跟大家上课说 我们到底怎样 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那时候新加坡的文献人说 告诉你说 其实地板上是最脏的 所以地板上很危险 那其实都是危险的 尽量不要乱碰东西 那但是有趣的是 清洁的人员打扫过后 基本上是验不到病毒的 所以告诉我们说 好好做好这个防范 那跟医院配合的 让我们一直有一天 会有两次的清洁的过程 这其实会让我们的安静 干净区就是干净的 那危险的地方 清洁会后其实是会变干净的 那这会让我们就比较安心 那第二是中国 他们有一些初步的数字 跟我们说痰是危险的 大概六成都还是有细菌 都还是有病毒 那粪便也 那时候早期说粪便带有三成 那反正抽血才安全 抽血带只有1% 那后期的数据告诉我们说 其实粪便里面虽然验得到 但是其实没有活性 也不会传染 所以其实我们不断地更新资讯 然后把自己强 把自己武装好 就是准备说 哪些是危险的我们小心 那资讯有改变我们就更新 那我们就知道说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那这个是 就是跟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所以你一上去说 不但是互相加油打击 而且是彼此互相学习 那你再把这些新的资讯 去分享给这个团队 这好棒 就是一边学习 一边照顾一边学习 一边成长 是 勇哥 我很久没有出国了 真的喔 可是现在去台湾 到处都好多人 对 我也觉得最近去 不管到哪里 去游乐区 好像人都很多 好像是报复性的消费 是 那这样听起来很可怕 对啊 就虽然台湾疫情是趋缓的 但是刚刚赖副有提到说 全球每天都还是有一万左右的 新诊断的病例 那想要请教一下赖副 您觉得疫情大概什么时候会结束 赖副 你就大胆预测 何时疫情会消失 预测很困难 人类不善于预测 善于解释 不过我们可以比较合理的来推估 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大概有四个一个时机点 四个时机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像英国佛系的打法 当所有的去社区的人民 有一半以上到六成 都已经感染过了 那这个疫情慢慢就会下来 不过这真的很困难 因为要牺牲很多的病人 以这个死亡率来讲 假设有到4% 那你要50%的人感染 里面有4% 我们的病毒感都不够 那第二种状况当然就是 每个国家现在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完全防堵 既然是感染症 你只要把防堵的动线都拦住了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封城 封国等等 边境防守等等 那自然就有可能暂时让它下来 但是以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的情况下 你再怎么封 大概也都没有办法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只能看 后续两个状况 一个是当有效的治疗 或有效的疫苗 那很可惜就是 就是先前号称有效的治疗 到后来都证实 不是很有效 不过这个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慢慢更清楚说 某些本来不可以使用的药物 它其实在某些时机用是好的 那某些药物 其实在某一个疾病的时间点用 其实可能是有效的 那慢慢用得越来越精准 那病发症的处理越来越好 所以病人能够存活的机会 也会比较好 比如说台湾目前死亡率 其实都只有1.5 1.6左右 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整个整体的照顾改善 那医疗资源不被拖垮 情况下就有办法 那最后一个就是疫苗 那大家很多人都对这个疫苗 寄予厚望 那本来其实也是半信半疑 为什么因为冠状病毒 其实到目前我们人类并没有 真的成功开发过成功的疫苗 不过最新的报告看起来 是有比较明确的突破 在这一两个礼拜 我们希望其实在未来 在治疗跟疫苗上 都能够有很大的进步 那即使你被感染 你还是不至于说 会到很高的死亡率 那就类似一般的感冒病毒这样子 那也许这样子 我们慢慢就可以接受它了 因为我们四位的秘书长 其实讲我们可能要试着学习 跟他一起共存 是 其实听完赖夫的这样的解释 似乎来讲 感觉虽然神在肆虐 感觉目前仍然 好像很多东西还在萌芽阶段 但是似乎已经看见了曙光 虽然防疫过程很辛苦 但是当中还是会有很多 令人感动的故事 其实防疫 这分分秒秒都要做得到 而且要滴水不漏 让我们一起挺你 这个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同时感恩今天三位来宾的分享 减空玻璃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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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